海魁颱风陆境预测直扑台湾 气象局海陆紧齐发 不排除靠近台湾时 强度及暴风圈会再增强 海魁颱风将在明天的下半天 到后天的上半天 有机会通过台湾的南部附近 这个地方其实环境就已经是非常敏感的 只要是它的整个外力稍微有一点移动 目前也是有资料显示 台风可能在还没有接近台湾附近 就已经有开始转圈的现象 所以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 它不登陆的可能性 目前综合评估还是认为登陆可能性最高 气象粉砖观察云图 发现有云卷风眼努力增强中 2号白天起北部东半部短暂震雨 尤其东北部特别明显 中南部多云倒晴 中午过后注意局部雷震雨 而入夜后水汽增加 东半部降雨越来越明显 3号之后各地都有雨 花东子报要严防豪雨 甚至豪雨以上等级强降雨 下半天台风靠近 包括南部地区降雨也增加 现在看起来海魁台风 它有机会在通过台湾的这段时间 速度会因为整个导引气流减弱 而逐渐的变慢 那有部分的资料显示 在这个过程中 它是有可能会有一个转向 或转圈的状况 如未来真的登陆 海魁跟地形产生交互作用 后续变化都还很大 甚至可能持续滞留 拉长影响台湾时间 而预计台风在通过台湾之后 后续将在台湾海峡这一带 呈现滞留或者缓慢移动的状况 因此对我们南部地区降雨的影响 有可能会持续到下周的二或三 海魁不管登陆登陆 对台湾都会造成影响 尤其这两天年度大潮 西半部沿海低洼地区 还得沿防排水不凉 3D新闻里面是参加宣 SNG小组台北报道 在这边的原因是参加宣 海宾沿海远的影响 海宾沿海远的影响